紧跟佛光 佛光普度众生 真相一列刚出站的火车 上不了火车的 可以跟着火车一起走 菩萨为了普度众生 先要把火车慢慢地停下来 让大家能够上车 上不了火车 可以先跟上脚步进入佛道 所以修心初期 就犹如我们跟上了列车 开始学佛修道时 犹如火车开始启动了 这时候跟着火车走 并没有感觉很累 有的人甚至在火车开的时候 都能爬上火车 所以 当他们爬上火车时 就犹如刚进入了佛门 觉得学佛并不是很难 很快能够精进修心 但是 他们一直以这种刚刚上火车的速度 在修心 在修行 念念经 做做功德 也有些人 就天天混着 和刚学佛时 一样 他们不知道 红法的火车 会加速 会越开 越快 你要努力 才能跟上 红法的速度 才能一直跟着火车 开到彼岸 只有一开始 就努力精进的人 才算是 衬上了这趟火车 在这当中 有的人 已经跟不上这列列车了 晚到的 不努力的 等于已经看到火车开了 还有很多人 一开始 跟着火车 一起在跑 慢慢的 等火车 越开越快 就被淘汰了 他们用过去那种 固有的姿态 刚刚学佛时 觉得自己 也能跟上的 既不努力学佛 又不精进修心 也继续再修 但慢慢 就被火车 抛在后面 跟也跟不上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 会失去悟性 失去佛性 所以 学佛 必须要精进 精进 是一个法门 就是要让你 永不懈怠 跟上佛菩萨的脚步 跟上佛光 切莫游戏 在人间 天上地下 非等闲 善恶有报 每天忌 因果来时 躲不及 学佛到后来 学悟 必须跟上 有时 对自己的贪嗔痴 不是以后会改 而是马上要改 而且 不是说 我可以改 是我 必须要改 所以 很多人 以过去的样子 用过去 刚刚进入佛门的 那种态度来学佛 很快 就被火车 抛弃一样 想一想 四五十年代的思维 现在 还能用吗 想一想 当年比尔盖茨 说以后 每人手上 都会有一台电脑 就犹如 现在每人 一台手机一样 这些都是现实 这些 都是已经存在的东西 过去不可得 失去的 必定会失去 用精进心 去接受现实的改变 你将可以 活在当下 人犯忧郁 怎么好 快快去吧 佛友找 一起去吧 功德找 功德宵夜 忧郁跑 人的彻悟 就在于 他能否看得远 真正的见到 就在于 他是否 能看到他 自己真正的佛性 要好好的 修家行道 如果不去行 他很快 就失去了道 犹如过去 老是走这条路 你很熟悉 但是 很久没走之后 这条路的扩展 使你很快地 找不到这条道路 又犹如 很多人 过去跟着师父 开始学佛 那个时候 能够不失出一点时间 来秘书处 回电话 佛友 就非常感恩他们 但是 慢慢地 弘法的脚步 越走越快 你要是不吃全素 不付出 更多的时间 最后 你就会被 其他精进的佛友 所代替 这就是 必须要精进努力 才能成功 任何一个人的付出 都想得到回报 但是 真正的回报 还是要看你 自己的努力 因为 重善 得善 只管耕耘 无问收获 但一定 会有收获 智慧应在 内心找 愚蠢因为 智慧少 挖掘智慧 烦恼少 愚蠢太多 整天潮 改变于吃 靠感恩 广度有缘 智慧增 心沉泽灵 讲的是 你对菩萨 要诚心 诚意 很多人 会在菩萨 面前 明明知道 自己是错的 还在打妄语 希望菩萨 可以偏袒他一样 他忘记了 菩萨 跟护法神 都知道 你在想什么 跟佛菩萨 请求帮助 还要打妄语 这种人 非常愚痴 人也是这样 你经常 跟一个人 打妄语 当别人知道之后 当然人家 会舍弃你 所以 打妄语 是自欺 欺人的 小把戏 古时候 圣人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所以 对人诚恳 首先必须要 改掉妄语的习惯 不管是谁 做错了 都可以原谅 因为 没有一个人 不做错事情 但是 当你跟别人 打妄语时 你就变成一个 不诚实的人 人家就不会 当你是个诚实人 和你继续 交朋友 妄语 妄语 骗死人 解穿妄语 吓死人 学佛之人 无妄语 精进学佛 改毛病 所以 心辰则灵 就是用真心 和诚心 在菩萨 和护法神面前 不打妄语 当然 会有求必应 你对菩萨 都不愿意 讲真话 对人 当然 也不会 讲真话 你天天 望语 谁会愿意 帮你呢 希望大家 要明白 人生 短暂 一个不打 望语的人 人 人人 都会尊重他 这也是学好佛 守五界中 最难的一界 人生无常 望珍惜 每天都是 好时机 错过学佛 好机会 轮回再来 厄员会 未经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